你经历过买CD红配绿的年代吗 你有多久没有逛唱片行了呢 音乐是人生的一部分 早期从黑胶唱片卡带CD载体不断的变化 那么现在流行的是数位串流 实体唱片越来越没落 CD呢也只剩下了寒流一枝独秀 不过今年来有唱片行推动黑胶文艺复兴 意外的让这种骨灰级的黑胶唱片的再度风行 台湾的音乐产业经历了潮起潮落 起了哪些化学变化 我们的调查报告 大家见过了好吗 欢迎回到理科台台 30年才出首张专辑 黄紫焦先找网红报道博声亮 谢谢焦哥 我很有慧根 第一次看到这个我就知道 黄色 紫色跟塑胶带 黄紫焦 纵横广播电视圈 第一次发片也不得不拥抱新媒体 包括我自己 我下个月要开始这样 制作单位最近台的通告都是网红的 都不是传统的媒体 理科太太一个人身兼导演 编剧 摄影师和主持人 这在我们以前根本是不可思议 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 是孩子的爹 歌手拍MV 跑宣传 江湖始终还在 只是熟悉的音乐产业 已经有了转变 尸体唱片几乎没人要买 大家爱听的歌也不一样了 从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在关注音乐产业 跟收集这些实体CD 所以我认为它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它像一个循环 首先先讲寒流 千万别忘记有一段时间我们哈日 别忘记有一段时间我们哈港 港新来我们通通买单 管你是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 只要系广东国语了 我就会买你的唱片 所以这是一个轮流 风水轮流转 现在韩国top 韩国专辑 你看像这个满团 就是超级多 所以它摆在这个店门口里 居然最显眼的地方 最显眼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摆最 女团在那边 走一趟还没断气的实体唱片行 只能靠架上的韩国艺人喘息 你们是为了什么东西买的 就是他们要喜欢他们 会有一些小卡 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有 就是可能比较大的卡 或是明信片 所以你等于是 有点冲着他的周边商品来买的 对 韩国艺人成了年轻族群 买实体唱片的吸引力 如今唱片行求生存 韩国发行实体唱片 台湾几乎都同步上架 台湾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那他们里面就会想要收集卡片 这个是跟CD不能比的 那他们就会想要收藏 那有时候小朋友 就会一次买很多帐子 专闹唱片行多角化经营 除了卖CD还有耳机 蓝光DVD等等 但唱片销售还是最大宗 占整体营收七成 只是当中有半数以上 都是韩国艺人统治 台湾的实体唱片节节败退 上次买CD什么时候 蛮久的 所以大概两年前吧 所以平常会来逛吗 会逛啊 但是买就不太一定 被遗忘的唱片行 成为文创音乐产业中 渐渐消失的那一块 但有股势力 悄悄撅起 这家唱片在唱盘上打转 甩出的音符是乐迷老派的浪漫 我们有经营二手黑胶 那二手黑胶 其实我们有提供客人的视频 那客人有需求的话 他其实拿过来 那我们帮他操作 来到成品音乐 这是少数没有衰退的实体唱片行 靠的竟然是比CD更老 体积更大 不放更嫌麻烦的黑胶唱片 这边是属于系列的部分 那黑胶的话 这边一整区都是绝世的黑胶 几乎被时代淘汰的黑胶唱片 老灵魂有了新生命 一场黑胶文艺复兴就此崛起 CD不再只是唱片行的唯一主角 不能完全讲说复古 就是说他复古之间 他也是有很多心意的一些产生 现在的所有的实体通路的一个门 是他面临到一个极客力 跟来客的一个问题 假设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一个行销活动的时候 这些会愿意来实体店面 他们的动力是在哪边 吴武章一辈子在唱片堆里打滚 是成品音乐的创始元老之一 亲眼见证了实体唱片的楼起楼塌 在北部的话就是玫瑰系统 就是说大家很熟悉的玫瑰唱片行 南部的话可能就是大众唱片行 那时候因为大家彼此竞争得很激烈 然后再加上就是低价的一个竞争 甚至发展出在市场上很独特的 红绿配的这一种的一个销售策略 90年代盛行的卡带CD 几乎是唱片圈最辉煌的岁月 1997年 台湾实体影产品销售额 高达3700多亿元 接下来却面临夜市盗版 P2P的MP3侵权问题 到了2005年剩下1060几亿 大约只有四分之一 正版唱片遭受严重打击 经过了盗版的低谷 数位串流音乐又顺势爬上另一个山头 新科技在后面推着音乐产业转型 实体唱片行势必得做出改变 因为要转型嘛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 把店里化身成Live House 会保留大部分的CD贵子 所以它其实是在那个 它是被唱片包围的 守着旧城池打仗 实体店不再只靠卖唱片为生 现场表演拉拢乐迷 从线上走回线下 会保几代人的精神食粮 陪伴多少人的青春岁月 实体唱片虽然变得微小 但火光依旧闪耀 传统唱片好像一间一间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音乐串流平台 不管是全球用户最多的Spotify 或者是全美第一串流平台Apple Music 以及本土像KKBOX或是My Music 各有拥护者 那么现在有许多串流平台 更把听觉结合了视觉 推出了演唱会的歌单 甚至直播演唱会 那么各种数位科技的导入 让音乐不再只是音乐 背后销售的是全方位的服务 很多人在通行的时候 都需要音乐的陪伴 像我手上这一台是CD播放器 可能很多八九年级的同学 没有看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以前要听音乐 就必须要带一个这么大的 随身体待在身边 不过现在用手机就可以搞定 要听音乐不用那么买房 只要下载数位音乐平台串流 只要手指融气轻一点 里面就有数不进的歌曲 随便你听 戴上耳机 手指一滑 数以万计的音乐 就在弹指之间 对比一张CD专辑 里头顶多十来首歌 在讲究CP值的年代 成为明日黄花也不意外 以前的话你可能要 或有一个CD player你才能听 现在的话音乐串流平台 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情境 然后无论时间的大小 或是空间的限制的话 你都可以听音乐 CD沦为配角 数位音乐串流 成为产业的主旋律 2014年前 实体音乐产值 一直都高于数位串流 但从2015年开始 实体音乐产值 8亿5千多万 数位串流则高达 11亿4千多万 出现黄金交叉 音乐串流究竟是毒药 还是产业的旧命单 平常会使用一些音乐平台吗 音乐平台有用就是 YouTube和Spotify 目前台湾民众 主要使用的数位音乐串流平台 主要有来自海外的 Spotify Apple Music 而本土品牌 则是有KKBOX 与My Music 四强鼎立 各有拥护者 月付150元左右 就有听不完的音乐 这边其实我们分成 App开发团队 跟Server team 走一趟 数位音乐串流的企业总部 这里头 每天都有新火道 这个区块就是My Music 它制作部的一个同仁 那所有的每天的一个 新歌上架 不管是西洋 华语 还是任何曲目 他们都会第一手接触到 现在的量 2019年 已经比起2009年 成长大概十倍以上 当音乐产业链 掠过了实体唱片这层门槛 创作人的音乐 就更容易被看见 要压唱片 他一定要衡量说 这个人的市场有多大 然后我才会愿意 帮他压唱片 去掉这一层的考量了以后的话 你现在发现 他的发布 发布他的创作歌曲的话 是更容易 而且更方便 但进入后串流时代 要如何在同中求艺 很关键 我要怎么去做进一步的深化 然后去把这些服务做的 感觉的话体验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 数位平台不能只当个 虚拟唱片行 音乐不再只是音乐 背后卖的是服务 有数位科技做支撑 要征服乐迷的耳朵跟眼球 我们竞争的是消费者的眼球 和他的时间 线上和线下 它是一个无缝融合的一种情境 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察 或者数据都显示 比如说演唱会 演唱会之前 他会特别喜欢你的音乐 演唱会是一个最好的互动 然后演唱会之后 他会再轻易的音乐 不论是演唱会歌单 或是情境选歌 甚至主动勾勒出 使用者喜好音乐 后台分析 预算 总是智慧科技 与所下的音乐产业 辨证歌这件事情是 它那个东西有一个技术 叫做Audio Fingerprinting 就是圆曲跟被放出来 这时候曲折两个讯号之间 有没有什么关键部分是一样的 早在2000年左右 就有初步的AI科技 应用在音乐产业 如今甚至更进一步 让电脑自动裁谱 我一样放给你听 然后我做这个裁谱的动作 所以他现在在听这首歌 对对对 他现在在听这首歌 然后他等一下会把结果放出来 这个就是他裁谱完的这个结果 自动裁谱完 还能由电脑演奏 然后其实我还可以 把我们转弯的东西放给你听 他当然放出来就没有那么好听 对 因为就会有错嘛 对 裁谱就会有错 以目前的AI科技 自动裁谱至少可以达到 70%到80%的准确率 甚至有自动创作的能力 你就听一下 对我是觉得蛮 蛮Amazing的啦 这是AI创作的 这对音乐产业而言 是加分还是减分 所以这个东西它改变的生态是什么 像比如说现在YouTuber很多 他应该会用这种工具用得很快的 就是他可以做 而且是可以直接用在 他的一个完整的作品里面 而且没有版权的问题 对 可能就是没有版的问题 今天的配乐 电脑能够自动生成 但对于未知的AI科技发展 未来有没有可能冲击到音乐创作人 甚至被人工智慧取代 我们有一个非常高超的模仿者 那他的角色就注定是我们的工具 而不是取代我们的东西 第一个他会省时间 第二他的时间可以拿来做 更有创造的事 当传统音乐产业 走上数位科技这条路 发展了影音串流 如今AI人工智慧也投入战局 让未来的音乐有更多无限可能性